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JavaScript中的这个流程控制 学到了我们的F语句以及我们的循环语句 那这节课呢我们接着往下来 来看一下我们JavaScript中的函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函数中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哪些内容 第一个我们会了解一下什么是我们的函数 以及如何来自定义我们的函数 接着呢在我们的函数中定义完函数 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如何来调用函数 接着再往下再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函数的参数 以及变量的作用率 接着再看一下我们JavaScript中的一些全局函数 再往下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函数 也是比较重要的 像我们的回调函数匿名函数 包括我们JavaScript中的币包 这都是我们在函数中要给大家带来的内容 那首先呢 先看第一个 什么是函数 首先函数呢 是完成某一功能的代码段 接着呢 有了函数之后 我们就可以实现结构化的一个编程 那我们将函数定义完之后呢 也可以重复执行 方便我们进行一个代码的重用 也包括我们方便管理和维护我们的代码 那在我们的JS中我们如何来定义函数 那可以通过几种方式 先来看最基本的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function关键字来定义一个函数 自定义一个函数 那可以看到预法规则 我们可以看一下 通过function关键字 加上一个函数名称 那可以有参数呢 也可以没有参数 接着来执行我们函数体中的代码段 那如果想要返回值的话 通过return关键字 来加上我们的返回值就可以 那可以看到 最简单的生命一个函数 我们就可以来试验一下 function test 我们就alert一下 this is a test 在这一块可以看到 我们没有带有参数 也没有返回值 那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就已经生命完了 生命了一个test函数 但是现在你看函数生命完之后 我们运行一下 页面中有效果吗 没有 证明我们的函数怎么的 没有调用是不会执行的 但以后我们还会学到 自调用的这样一个函数的形式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看 像调用函数也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函数名字 进行一个调用 我们可以先简单试验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函数的调用 你看执行了我们这个test函数 找到函数体 接着alert一下 this is a test 那接着这是在我们函数生命之后 进行的调用 我在生命之前调用一下test函数 看一下是否可以 证明是不是也调用到了 对 我们函数也是一个全局的 可以在函数生命之前进行调用 也可以在函数生命之后 进行一个调用 你看得到了 this is a test 这样的效果 但是需要注意 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我们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个函数名称 不要包含特殊字符 和我们的变量声明是一样的 接着函数名称最好含义明确 而且呢我们最好以动词开始来定义我们的函数名字 函数名称最好遵循我们的驼峰标记法 或者是下滑线法 像我们的驼峰就包含我们的大骆驼和小骆驼 你可以任意的选择一种 那接着下滑线法呢 也可以通过下滑线进行一个连接 和我们变量命名的时候是一样的 再往下需要注意的是 函数名称严格区分大摇写 那在这你看一下 我们定义了一个小写的test 我在调用的时候 我写一个大写的test 看一下是否可以调用的到 把它注掉 那现在运行的时候就已经报错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控制台产生的错误信息 对 大写的test is not defended 未定义的函数 所以说需要注意 严格区分大摇写 函数名称严格区分大摇写 你可以再定义一个函数 假如说我们再定义一个function 大写的test alert一下 hello king 这时候你调用是可以的 需要注意 接着再往下来看 我们的函数名称 如果重复会产生覆盖 那现在你看到我们在这 生命了一个小写的test函数 假如说在下方我们再来生命一个 需要注意 函数名称重复会产生覆盖 接着我们再生命一个函数 写上一个function test alert一下 hello mise 这个时候你再用调用test函数的时候 首先来看一下test函数 得到的结果 不是this is a test了 而是什么呀 对 hello mise 那现在在上方我们定义的时候 来看 我再调用这个函数 首先应该出现的是 hellomise呢 还是我们的this is a test呀 来看一下结果 出现了什么 对 hello mise 这样的效果 注意 名称重复会产生覆盖 这样的效果 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和我们peerp中不太一样 函数的名字是不是不能重名呀 也就是不支持我们的重赞 那接着再往下看 函数我们刚才定义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参数啊 对 参数不是必须的 可以有参数 也可以没有参数 可以有一个呢 也可以有多个 那一会儿呢 我们在讲参数的时候 也会给大家来介绍 再往下 函数通过return来加返回值 如果没有return 函数默认返回的是undefended 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那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来定义一个函数 写上一个function test1 接着我们可以alert一下 表示说this is test1 function 没问题 那现在我们来得到一下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alert一下test1 调用了一下函数 首先会弹出 这是上面弹的 再往下 把它先注掉 看好了 我们调用了一下这个函数 先弹出 let says test1 function 没问题 再往下 你看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默认没有加return 返回的是什么呀 对 undefended 那接着我们享有返回值的话 可以通过谁来加返回值 通过return来添加返回值 我们可以return一个1 这时候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对 我们的数值 alert一下test2 返回的是一个1 接着还可以返回 对 我们再看 我再return一个1.2 这时候得到的是什么 1.2 函数碰到return 是不是立刻就结束了 也就是return之后的内容 你还能看到吗 你看不到的 alert let says test 你能看到这个弹簧吗 看不到 对 返回了1.2 那还可以返回什么呢 我返回一个 let says key 返回的是一个字符ture 接着再返回 return true 返回一个布尔类型 那直接return 你看得到的是什么 undefended 同样的你也可以return一个undefended 也可以 接着还可以返回一个not 没问题 当你想返回多个值的时候 我们可以返回一个数足 或者是对象 也可以 包括函数也可以返回 另外一个函数 这个呢 之后我们在讲特殊形式函数的时候 也会给大家讲得到 记住 函数通过return 来添加返回值 那接着再往下 看到 现在我们定义这个函数 都是没有加参数的 同样的 你想带有参数 也可以 我们再定义一个函数 比如这个function sum求和 或者clc计算 计算两个数字的和 那现在需要传第一个数字 再来传第二个数字 这时候就return一个 number1 加number2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有参数了 我们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你看 当你没有传参 alert一下 现在得到多少 对 你没有传参 默认的这两个变量 没有 那两个undefended 相加得到的是一个not 那同样的 你要想传参的话 可以在这来传一个1 传一个2 那得到的结果是3 可以来传上这个参数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在后续的课程中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可变形式的一个参数 也可以 好 这是我们在声明函数的时候 通过function关键字 声明函数 进行的一个操作 需要注意的 也给大家强调了 那再往下 可以看到在这呢 还有什么匿名函数 包括function构造函数 形式形成的函数的形式 在之后呢 我们再来说 接着再往下 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调用函数 其实调用函数的时候呢 我们也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通过的就是函数名称 加上一个括号 来进行调用 如果有参数的话 传递相应的参数就可以 这也是我们如何 来调用我们的函数 那接着可以看到 还可以通过window对象 点函数名称 进行一个调用 也可以 在这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html中 默认的全局对象 就是我们的html页面本身 所以说我们的函数呢 也是属于我们html页面的 那在浏览器中的页面对象呢 是我们浏览器窗口对象 以后呢 我们也会讲到这个window对象 所以说函数会自动 变为我们window对象的函数 也可以通过window 点函数名称 进行一个调用 其实呢 我们使用的这种谈框 alert啊 包括confirm等等 包括我们的location 它都属于我们的window对象的 你也可以直接通过 window.函数名称 进行一个调用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试验一下 再写一个 window.clc 写成一个3 2号5 进行一个调用 也可以得到它的结果 你alert一下 把上面的注调 现在弹出的是8 这样的效果 当然呢 你可以省略这个window 也没问题 这是我们通过window 进行的一个调用 接着再往下看 还可以通过 全局对象的一个形式 进行调用 在这块呢 我们这个也是在之后 再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 先把最基本的调用 进行 会了就可以 包括也可以作为 我们的方法 进行一个调用 作为对象的一个方法 进行调用 等我们讲完对象之后 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效果 也就比较简单了 还可以作为 回调函数的形式 进行调用 包括我们构造函数的形式 进行调用 也可以 这个呢 等我们讲完这个 通过function 构造函数的形式 接着再看它这个 如何来调用 先把最基础的形式 我们先了解了 接着再往下 还要了解一下 我们的参数 首先呢 我们说了 这个参数 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像我们刚才 在定义 函数的时候 我们定义过 有参数的 和没有参数的 那接着呢 我们函数 可以有参数 可以没有参数 如果定义了参数 我们调用函数的时候 刚才看到 我们调用clc 没有传值 默认设置为多少 对 unday funday的 接着你做 对两个unday funday的 进行了一个 加法运算 返回的不是一个数字 而是一个 nan 这样的效果 再往下 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如果传递参数 超过了我们定义式的参数 js会忽略掉我们多余的参数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调用一个clc 进行计算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接到两个参数啊 对 没问题 那接着我们调用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来写 clc 写成一个 1 好 1 2 3 4 你是不是传了这么多个参数啊 这时候我们只会去前几个 对 前两个 会忽略掉 多余的这些参数 第一个对应它 第二个对应这一块 这一点需要注意 所以说我们的js 会忽略掉我们多余的参数 好 那接着再往下 需要注意再来看 在js中 我们不能直接 给我们的参数写上默认值 那这个呢 和我们的prp中的函数 参数有点区分 在js中 你想定义一个这样的函数 假如说我们再写一个 function clc 这时候你写一个number1 默认等一个1 number2 默认等一个2 return一个number1 加number2 那这个时候 你在调整的时候 你说我当我第一个不给你传参的时候 能不能使用我们的默认参数的形式 好保存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时候就已经报错了 你看 报的是第46行 在这儿呢 我们的参数 不能有默认形式的参数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形式 来实现这种默认参数的形式 首先先通过第一种比较简单的 你想要默认参数 也就是没给我传值 那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通过它来实现 做一个判断就可以了 number1 number2 你想要说 如果没传值的话 默认使用的是1 那这时候你可以判断一下 number1是否有值 如果有值的话 就用它自己的值 那如果没值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1 再把它付给number1就可以 接着number2 同样的 number2 等于number2 有值的话 接着使用number2 否则呢 是一个2 return一下 number1 加number2 这样的形式 那这一次你看到 得到的结果 当你没有传参的时候 这时候会使用我们的 默认值1和2 得到的结果就是3 那接着如果你传参了 写上一个3 6 这时候得到的就是9 通过它可以实现一个 默认值的效果 或者你做一个判断 判断它是否有值 如果没值的话 给它付一个初始值 也可以 这样的效果 你也可以使用这种 三元云算幅的形式 进行一个判断 好 那接着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第二种形式 可以通过arguments对象 来实现默认值的效果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arguments对象呢 来实现可变参数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呢 我们再讲到这个特殊形式的函数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这两种效果 也可以 接着再往下 一会儿呢 我们还要了解一下 默认的我们函数 是以值的形式 在我们的这个传参 传递参数的 接着 在函数体内 如果对这个值做了更改 是否会影响我们这个变量本身 那接着呢 也可以通过 对象的传递参数的形式 这两种形式 是有区别的 好 这是我们在参数中 先要了解的问题 那下节课呢 我们就会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函数中的一个 我们这个变量的一个作用域 接着了解完之后 再回过头 来看一些我们七 小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这节课呢 主要先带着大家 了解一下如何通过 function关键字 最基本的来创建 这样一个函数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也简单的试验一下 把我们提到这些注意点 大家也一定在练习的时候 要加以注意才可以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